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看到的大熊都是假的 而真正的大熊被关在了异世界 永远陷入了黑暗之中 星期天的早上 大熊写完了作业整无所事事 多拉恩梦给他掏出了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只要按一下按钮 就能复制一样东西 大熊很是兴奋 拿出一张钞票来想要复制一张 但复制出来的钞票却是反的 完全用不了 于是多拉恩梦提议复制些别的东西 大熊清醒过来 自己家什么都没有 于是找到了胖虎小夫 借到了坦克模型和遥控飞机 棒球棍 足球等报回了家 在家里大熊忙着复制玩具 忙得不亦乐乎 多拉恩梦在下楼前交代说 大熊 你不要用那枚镜子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把电源关掉啊 但是忙于复制乐趣的大熊 显然忘记了这一点 正当大熊乐不思数的时候 镜子竟然把他也给复制了 复制的大熊跑了出来 没想到不是帮助大熊 他竟然一把就把真大熊丢进了镜子 并且关闭了暗门 大熊在镜子里一片黑暗 大喊大叫 却没人能够听得到无济于事 你你你你是什么人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大熊 大熊 从镜子里面出来的 你快给我回去啊 你你自己进去吧 我我我出过去了 我不要 救命啊 复制了大熊刚来到这个世界 玩得兴高采烈 各种玩具随意糟蹋 并且对多拉恩梦一致气势 还让他把复制镜收了回去 这样一来大熊好像没有出来的希望 然而复制的大熊正在踢足球 却把家里的玻璃踢碎了 被妈妈拎着做作业 然而复制人就是复制人 写的字竟然是反的 大熊的妈妈太好了 把假大熊吓得抱头水穿 最后假大熊因为受不了大熊妈妈的教训打罢 而想要逃回到镜子 可是镜子已经被多拉恩梦给收走了 所以真大熊也回不来 假大熊留在了镜子里 一直到后来的一次机会 多拉恩梦想要吃铜锣烧 可是一个怎么会够多拉恩梦吃呢 他再次掏出了复制镜子 想要复制一个铜锣烧 而此时的大熊正在镜子里哭泣着 一直有人讨论克隆人的问题 在几年前克隆羊多利的事迹被广泛流传 可是如今二十年过去 克隆羊的说法也越来越少 那是因为克隆人和真人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最可怕的就是可能克隆人产生自主意志 取代本体 生存在这个世界